欢迎回到发达广场的时间 这一节我们会和要坐政权研究部经理直耀辉Stanley 谈谈上午股空榜究竟是怎样的 立刻看看 看港股上午的股空金额有大约15亿8300万 看A50基金排在第一位 占股份成交大约四成半左右 沽空金额有大约1亿4200万 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两只内银股分别排在第二和第四位 占股份成交大约有28%和12.4% 而长城汽车今日急跌 去到沽空榜第三位 占股份成交有大约三成二左右 沽空金额有1亿3200万 Stanley 看看A50基金 看到A股今天算是做得好一点 进出口数据 顺差方面做得不错 都比市场预期好 进口差一点 没办法 始终有些参差 看到A50基金仍然在沽空榜榜首 其实淡有怎样看A50 是否觉得这些数据可能一下是好一点 之后可能 未来公布新增贷款 其他 房地产投资 固令投资等 是否都在观望这些数据 可能未必太好 因为始终这个星期的时间 太多数据公布出来 刚刚你讲完这些数据 以及不要忘记 还有这个PPI 和CPI 基本上都会在明天的时间 都会叫公布出来 但是这些数据的好坏 甚至乎 出来的这些数据 市场如何去演绎 以至到 官方对这些数据的看法 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对于后市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 阻碍着大市的走势 所以初步看 我都相信你说 A股本身 其实现在这段时间 今天来说是OK 但是看图 或者看走势方面 基本上都在大概2000点这些水平 都拉过去先 2000点到大概 2000点五十点这些位置 都拉过去先 暂时见不到一个很明显的方向 还有始终内地方面 在三号的时间 不要忘记IPO又再重启 虽然你可以说 大家之前就已经叫消化了这些消息 但问题就是 近期的成交量方面 你都见得到 似乎大家入市的意欲 都真的不是那么高 在这个A股方面 所以我相信你说 A股短期的时间 都依然 可能会住着一个 叫上落市的格局 暂时来说 就不会有一个太大的突破 但是都逼运回 2050点这些位置之后 大家似乎看完 都可能比较上开始 深深 所以它的沽空量比较大 我都觉得一点都不出奇 我看到两只内银股 都是分别排 沽空榜的第2 第4位 分别中国银行 和工商银行 这两只股份 其实来着 之前很多分析员都谈过 我们都和你谈过很多次 升了很多 全部都 你说股值是否很便宜 不是最便宜的时间 但现在是否便宜 我都算是便宜的 但大米都好像不放我 他们两只 的而且确 之前一段时间 这一堆的来人板块 升了很多 但是近期开始 你看到他们的升势 开始叫我放缩了 甚至乎 以建行为例 你会看他近期的 股价的波幅 基本上是5.7 至5.8 拉近一点 大家会看到 你会反映 近期来说 似乎经历过之前这一段急升上来之后 现在这一刻 落人板块 都真的开始要吐吐气 而且始终 好像 三后的时间 刚刚都说到 落地方面 都会公布一系列的数据 当中包括 M2的情况 所以大家都可能 比较观望一点 而且 之前 你有个 定向的干准 严格上 对于中市银行来说 其实相对比较有利 但对于大型银行来算的话 其实都 暂时来说 受惠的程度 基本上是没有 甚至乎 可以说是 轻微 有点负面 一点 所以 变相之下 来人板块 我认同的 你说真是便宜的 还有 股价上面 真是低 但这一件事 不是现在的事 经过股价 急升上来之后 我都觉得这些水平 都是时候要再 扣得起 所以 他们似乎再上升的空间 我觉得又不会太大 未来公布新增人民币贷款 之前都传 四大内人来的新增人民币贷款 应该会多一些 存款都会多一些 你觉得这个数据公布出来 会不会对他们的股价有多一些启示性 真的有机会 都不是太大 因为始终大家对于内人股的看法 是比较中长线 但现在大家觉得 他们中长线的表现 都依然面对着很多的变数 特别就是 大家都知道 内地银行方面 都比较常见 大家担心的是 影子银行 地方债这些问题 事实上又不单单是这样的 如果你再推远一点看的话 如果假设内地的楼市 真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的话 内人股其实都很伤 不要忘记 本身在过去一段时间 很多的内人 基本上在房贷方面的 批出去都挺松手下 所以变成这些 你可以说是一环一环 但问题是 现在 纯粹以现在来说 他们的股值 真的又不是贵的 所以我觉得 下跌的空间就真的不是太大 但你说有没有一些诱因 对着股价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暂时来说 比较困难 很多散户都在问 究竟未来有 随息 随证 随证 正如你所说 现在 升的空间可能又不是太大 未来等数据 又要 又要随证 估不估好 现在股价没有什么升幅 内人股本身有货 先握住 我觉得似乎这些位置 你沽了去的话 除非你说有互买的对象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这些位置 都不妨可以再 先握住 我觉得 又未知 一定不能输 但这些位置 你握住货 我觉得 都可以 心里比较安乐 好 我们转看沽空榜的第三位 长城汽车 这一间真的是稀客 其实很久没见过沽空榜 今天跌得很急 跌至今百分之六 现在在做三十个六毫半 这个位置 看看它 亦有些坏消息 出来了 就是销量的麻麻 五月份的汽车总销量 大约五万多部左右 按月就跌了一成二 这个消息似乎对它也挺伤 伤的 总一步反映 就是说 公司本身 之前因为有个 H8 那一届的车系 叫SUV那边的车系 基本上都叫 无限期延迟推出 都变相打乱了公司的部署 所以你都可以说 长城本身 之前的时间经历过去 做一次失望 就是说延迟推出这个H8之后 我看法都比较是挺悲观的 虽然股价是回到之后的时间 你见到它 都叫稳步 由当时的二十六元这些位置 升上去 三十多元到这些位置 大问题就是 基于这一个情况 即今次的汽车的销售情况 不理想 再加上都会再勾起 就是说 对于这个H8方面 那个问题 就是这个 延迟的问题 都足以令到公司 可能在今年里面 达到年初的时间 有个比较好的 增长目标的机会 都比较困难 而且你都可以说 行业本身 都有一个 已经开始 看一些 叫做 资料显示 整个行业都开始出现 一个叫做 汽车的 库存过性的情况 所以对于这个 版法来看的话 我的看法都比较是审慎 特别是长盛 因为长期本身 以往的时间 公司维持着 一个不错的增长 但是经历过 这个H8的事件之后 似乎大家对于 前景的看法 开始变得审慎 所以变相 虽然股价 今天来讲 有个比较上 已经有一个 很大的跌幅 但是始终 基于公司的前景 都不是人太明朗之下 我都会建议 暂时都不是一个 叫买入的良机 不见到今天 其实汽车股 刚才正如你所说 其实 长期跌得 急 其实还有些股份 都其实做得不错 好像这个东风汽车 升了很多 正如你所说 整个版法 可能面对着 可能 复权过性的情况 为什么东风 又升得那么急 东风最主要 今天升得那么不错 是因为有大好 但是刊唱好 还要不是一间 两间 当然 你见到他们 推荐的原因 我自己觉得 似乎那些理由 有点牵强 我自己认为 虽然你可以说 东风本身 之前都打着国有品牌 这些概念 但似乎如果是全行业 比较上 不是那么理想的情况之下 我都相信东风 肯定独善其身 所以变相之下 今天急性我上来之后 有货的 我会建议 可能都 看位 可能都先走 如果没有货的话 现在更加不应该告罪 好 这个时间 我们看一看 其他汽车股 又已经做成什么 见到比亚迪 都升超过2% 做41.15 刚才提过东风 升超过7% 做13.12 吉利汽车 亦试下跌了0.4 做2.76 华晨中国 升2.88% 做12.88 而广汽 都升超过1% 做8.67 刚才提过长城汽车 暂时跌超过6% 做30.6 正如刚才版里面看到 这么多汽车股 做得不错 反而有些 譬如吉利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气息 是否正如你所说 吉利都是受着 库存过程影响 吉利本身最有问题是 因为 始终是回流年初至今 汽车的 销量 情况 不理想 今年公司 自己完善 定工目标 基本上都比中汽协 更低 与今年 行业的增速 平均数 所以变相之下 我对于前景 看法都比较 是挺审慎的 而且你可以把公司的 汽车的意外来说 最主要的销售 对外来说 对外销售 这些地方 就是俄罗斯 和乌克兰 所以变相之下 对于今年的情况 都不是那么乐观 看到广汽和比亚迪 暂时都在领先着 国市成分股 比亚迪 都升超过2% 做了41.1 大家似乎看电动车 都不错 未来提 节能减排 可能有些微刺激政策 推出来 是 我刚刚看法 事实上这个版块 本身 其实就是 汽车版块 那个表现 我觉得 不是那么理想 刚刚说到 因为那个 富全的问题 但问题是 如果以假设 要选择的话 新能源汽车 这些版块 其实我觉得 是有些 衷劲 为什么 因为最主要 大家看到 大方向 现在很多的地方 很多地方 都开始 鼓励 一些资料市民 开始 叫换一些 新能源的汽车 特别是在一个 寶座上 都落得比较多 比较大的功夫 所以这个因素 我相信 对于 电动车的发展 是有个相当正面的帮助 而且 当然 你说 论技术上来说 比亚迪 是否做得很好 两体 跟外面的 Tesla 相比的话 我觉得 可能还差一点 但是 如果以香港上次公司 选一只跟新能源汽车 比较上的密切关系 都是选 给亚迪 所以变相之下 要选这个版块 选一些股份 可能以后的发展上 仍然有个 比较大的 冲劲 给亚迪 我觉得 可以考虑一下 但都可能 只要一个短线 讲开你的微刺激 刚刚出了个 关于铁路的微刺激政筹 他就说 铁路总公司要求 京户 京广 航深 护陵 海南 东环等高速铁路 要加快 把动车的机构 快点上马 其实这个会不会被视为 中央其中一个微刺激的信号 现在我开始要快点推进 动车的业务 未来要再做好一点 这方面 其实这些 政策出来 是否对南车 北车 珠州南车 这些有较大的刺激 应该是有帮助的 因为始终大家都知道 内地方面 在铁路 投资方面 今年来计算是 压度都比较高 但是这些因素 某程度上 反映了出来 因为你想想 可能是上个月的时间 已经有些消息 说 中国金額 调升了 所以变相 这些因素 或多或少 股价上 反映了出来 所以现在这些位置 才打算追货 其实我不太建议 反而大家要留意 这些公司 才有业绩的情况 因为好像以南车为例 你看到过去一段的时间 都接了很多新的订单 它都有公布的数字出来 但是公司能否受惠到 这个因素 因为不要忘记 单的也能接很多 但可能背负着 一个国家的任务 你的利潜那边 可能是差一点 所以这些因素 我觉得大家要留意 所以变相 这些板块 暂时都是 观望着先 听你这么说 其实不单止这些 基建股 或者这些 动车股 为国捐躯 可能还有很多 其他板块 都是这样 例如电信 石油 能源 通讯 这些 其实你的趋势都见得到 好像现在 电信为例 基本上 中央方面的立场 都很明显 想多些人用 但多些人用的大前提 就是 你不能这么贵 因为贵的话 基本上 人享用到的 利益的福利 都真的不多 所以变相之下 我觉得 这些你可以说是 市场化之后的必然结果 所以我觉得 大家不需要太有担忧 只不过 这些因素 大家要留意着 看好像中电信 其下其中的业务 都引入三成的 文资 去做 假设 刚才所说 维国捐区 中电信 引入 信网科技 其中一间 深圳上市的公司 去做 相关的业务 其实可不可以这么说 我说 我现在 可能找 卫国捐区 暂时 不要这么贵 等多些人用 但同时 我都引入文资 填一填 帮忙 其实是这样的策略 民资 很明显是国家的大方向 因为 他一直都说 是想叫国退民进 这个情况 很明显 但是 各别公司 看看 本身的经营状况 以中电信为例 始终公司本身 你问我对于这间公司的看法 依然比较神不神 你问我如果选 跌送版法 选哪一只 我都是选 长线 选中移动 短线 选中联通 中电信始终的感觉就是 你不知道 重点的发展在哪里 你看不到 所以变相之下 这个看法都是维持 现在都是这样的看法 所以变相之下 虽然股价今天来计 有个相对比较强的表现 感大似乎 这些位置我都不建议大家买 我觉得如果要选择 可能短线的中联通 比较好 好 这一节 好多谢Stanley为我们分析 沽空榜的情况 和解答了这么多 不同的版块 未来他们怎样 对着政策有什么走向 Stanley刚才提过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 都没有持有 好 这一节时间来到这里 稍后会继续和大家聊聊 稍后见